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呢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民呢 已经恐怖到什么地步了 川普的这些支持者 有一部分川普支持者呢 他们搞了一个组织叫QNAN QNAN这个组织就是一个阴谋论的组织 经常发一些令人就是目瞪口呆的这种谣言呢 居然还有人信呢 因为在前天呢 有几百个QNAN的这个川普支持者 这个阴谋论者呢 他们跑到这个德克萨斯的这个达拉斯呢 聚在一个公园里面呢 等待这个John Kennedy Jr.返回啊 反身啊 你说这脑子是不是进了大便呢 对不对 这个John Kennedy Jr.是著名的这个总统 约翰肯尼迪的儿子 你知道吧 曾经因为飞机失事失去了生命 死了很多年了啊 结果呢 这个QNAN就是川普 QNAN阴谋论的这个 这个这个发起者就开始散布谣言说 这个John Kennedy的儿子呢 他将反身 他将 他其实没有死 他一直是 川普的这个 地下谍报人员 地下活动家 他一直在为川普工作 他将 出来竞选 2024年的总统 成为川普的 副总统的候选人 说的活灵活现了 我顶礼个肥狠 他真的是丢脸呢 你说这还有几百人 真的傻傻的站在那里 等着这个 John Kennedy Jr.出现呢 My God 你说人如果蠢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 美国现在是 真的是可怕到 就是不可要救的地步了 你说随便一个谎言 就能让那么多人 站在广场上 傻等一个 死了几十年的人反身 还说他是川普的这个 工作人员 川普的活动家 哎呀 真会编谎言呢 可是还有人信 你就知道 美国已经被充斥了 这些 Conspiracy 这种阴谋论 谎言 还有这些 无脑的这些 这些追随者 所以美国真的很危险 为什么美国到目前 还有45%的人 不打疫苗 还有那么多警察 那么多护士医生 那么多消防队员 那么多老师不打疫苗 真的crazy的 你知道吧 你做一个普通人的这个智力 你都想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滑稽至极的事 这些生活中的这些美国 这些傻逼 川普支持者 他不觉得是乱笑 他觉得是真的 哎呀 你真的说 你说太阳就是一块饼干 他们都会相信的 对不对 你说猫王明天就回来了 他们也会相信的 在这些